自从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多个放创医院迅速开工建设 其中来自中山的新能源企业 在收到太阳能集装商的需求后 企业上下积极回应 将相关物资火速持缓香港抗疫一线 来自中山的新能源企业总经理陈世强跟我们说 他们今次接到的任务 主要是与中建设局共同建造一批 具备太阳能发电功能的模组化商房 提供给香港防疫方仓医院抗疫指挥部使用 他们在3月初接到这个紧急任务之后 立即组织技术团队加班工作 开展方案的准备和研讨 很快就已经可以进行到产品的安装 调试和施工工作 在3月10日已经完成了第一批的产品交付 迅速运往香港抗疫现场 他说到这个企业提供的单个太阳能装箱产品 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115度 可以满足集装箱全日的通风系统 照明等电器的用电需求 在使用周期内可以节约标准煤达30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到78吨 这个产品是可以按需定制的 运输和安装比较方便 在阴天、雨天和其他热光的环境下 也能高效发电 能够独立地给这些集装箱提供清洁的电力 目前光伏的项目部和医疗方商 已经在香港正常的投入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